说到房屋税单的民众一定都发现了 税单上有QR Code行动条码 只要轻轻扫一下 在家就能完成税务缴纳 如果您的手上有行动装置 譬如手机 您就可以利用手机来扫描 我们税单上面的QR Code 扫描成功之后呢 它就会连接到我们的网络缴税网站 并且会自动带出税单上面的相关资讯 您只要将信用卡卡号 以及银行账号等相关资讯 输入完成之后就完成了缴纳程序 106年的房屋税是从5月1号到5月31号开征 民众可以到贷收税款的金融机构缴纳 或是使用自动柜员机转账 信用卡 电话语音转账 以及晶片金融卡网路等方式缴税 也可以拿着税单到统一 莱尔夫等四家便利商店缴纳 但是每笔税单金额不超过2万块 税务局欲请民众在接到房屋税单时 如果发现适用税率和实际使用情形不符合 应该主动的向房屋所在地的税捐机关 申请房屋使用情形变更 以便核实课税 同时也教导民众如何选择自助使用最有利 我们可以选择限制最高者 如果说我们的家户他的房屋都是符合自助条件的话 全国三户之内 全国三户之内他的适用税率是1.2% 房屋税是依照实际的使用情形 按月一所适用的税率即刻 因此若是房屋实际供住家使用 但是房屋税单是按非住家用的税率课税 就应该尽快的申请变更 以确保自身的权益也达到结税的目的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道